当你十分开心,或是想赞赏别人的时候,应该都会下意识地拍手。 这个将手心对着手心拍挤的简单动作,是所有人都会做的,但如果有天,你发现某个人用手背,拍着手背。 有一对情侣开车出游,途中他们决定前往灵异景点,不过开到一半,两人因为一点小事而起了口角。 结果,到了灵异景点后,男生就把女生丢在那里,独自开车走了。 过了几分钟后,男生也气消了,冷静想想,不应该把女朋友一个人丢在那种地方,所以,他又将车开回去,结果看到女生依然站在原地。 男生跟他道歉之后,两人又重新和好,并回到了车上。 在回城的路上,有一个少年在路边挥手,不过,他的挥手方式很不寻常。 少年将手反过来,用手背挥着手。 女生开口了,这种时间他一个人在这里很可怜,就让他上车吗? 男生则回应,不行,你也看到他用手背挥手了吧? 做相反的动作,代表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 这时,女生拍起手来。 他拍手时,是用手背拍着手。 还记得几年前的某个暑假,我曾经到日本旅游,顺便去找当地念书的朋友。 但整趟旅程,让我记忆最深刻的不是美景,更不是美食,而是...这件事。 那天我们很早就出门了,整个地铁里塞满了身穿黑色套装的男女上班族。 相较之下,我跟朋友在人群中显得特别突兀。 这样的景象,对长期生活在台湾的我来说很不习惯,但朋友似乎早已见怪不怪。 坐了二十几分钟的电车,四周的景象,从都市丛林,慢慢转变成乡下农村的氛围。 因为我喜爱大自然的景象,于是叫朋友带我去山上走走。 所以,他就带我来到距离市区不远处的近郊。 这里不仅交通方便,又保有自然的景象,对我来说实在太适合不过了。 我们到达登山步道入口处,也许是因为平日的关系,人并没有很多。 于是我们顺着步道慢慢往上走,过了不久,就抵达位于山顶的凉亭。 此时朋友却说,他要去找厕所,让我先待在原地等他。 我坐在凉亭里,举起我手中的相机,开始记录眼前的美景。 拍到一半时,突然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。 一开始我以为是朋友回来了,没想到一转头,居然是一个穿着高中生制服的女生。 奇怪的是,她的制服看起来有些陈旧,像是很久没洗的样子。 接着,她指了指我的相机,一幅非常兴奋的样子,似乎是想让我帮她拍张照。 于是我说了照相的日文,她便开心地拍了拍手。 但让我觉得惊恐的是,她并不是手心对手心的正拍手,而是手背对手背的逆拍手。 虽然看起来有些诡异,但我想,或许这是日本人特有的方式吧。 于是我举起相机,准备替她拍照。 当拍完照片的那一瞬间,她居然消失在我的眼前。 我错愕地愣在原地,过了几分钟,才被朋友的叫声拉回现实。 怎么了? 她疑惑地询问着我,于是我便将刚刚发生的事情说出来。 她随即连移成地说道, 在日本,逆拍手是只有鬼才会用的方式。 逆拍手被称为离拍手,就是只用手背对着手背拍手。 相传就阴间的人,才会做与阳间相反的动作。 在日本,击败神明时,会用一般手掌和手掌的方式拍手。 相反的,阴间的人如果要拍手,就会变成手背拍手背的方式。 因此在阳间的人,如果要拍手,就会变成手背拍手背的方式。 若用手背拍手,就容易招来不好的事情,也容易吸引他们靠近。 如果看到他们对你逆拍手,则代表他希望你赶快过去他那边。 上面两则故事,装作意味较为浓厚,而下面要说的故事,则是真实案例。 在人机日本音乐节目Music Station中,曾收录到两次逆拍手的灵异现象。 首先,是乡村少女组,她们是来自早安家族的日本女子团体。 1999年,乡村少女组的争选会盛大展开,从一千名参赛者中选出了三位女孩。 她们分别是,小林子,柳原许美,护铁林英。 然而,在乡村少女组正式出道前一周,其中一名成员,柳原许美,不幸车祸身亡。 后来,在她们参加Music Station节目宣传新歌时,意外拍到观众席上有一个人用手臂拍手,由于行为太过不自然,马上就引起疯狂讨论。 许多人都认为这个人就是车祸去世的柳原许美。 另一方面,大种爱也发生了类似的情景。 在某天,大种爱出席Music Station的节目中,演唱了《星象仪》这首歌。 而据说,这首歌,是大种爱写给过世的前男友的。 回到节目中,观众席上出现一个神秘男子,而这名男子,只在他唱这首歌时才出现。 其他人演唱时,都没有这个人的身影。 他的脸,几乎没有血色,与其他观众形成鲜明的对比。 更重要的是,当大家为大种爱欢呼拍手时,他却以异常快的速度,用逆拍手的方式拍手。 请注意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。 若哪天,看到有一个人在逆拍手,请千万,又远离他。 Cheers